大家好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小天布蘭妮的專輯 那接續上次In The Zone呢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是Blackout跟Circus 也是一樣就是這兩張專輯呢 在Urban Outfitters也是再版再版再再版 那它的彩教的部分也是很多 但我買的好像都只是它的最基本的版本就是透明膠 那我們來開箱吧 那這張Blackout呢就是 大家都知道就是它在最低潮的時候 但是裡面卻有很多手經典的一張專輯 就是它的專輯封面 然後它有附一個Hyper Sticker在這邊 然後背面是長這樣子 然後它的專輯內頁呢 就是跟其他專輯差不多就是有圖片 跟曲目Credits等等的 然後它是透明膠 然後中間的標籤是設計是這樣子 那這張專輯呢我自己個人是很喜歡 Peace of Me或是Break the Ice 這是我很滿喜歡的歌曲這樣 然後接下來這張Circus呢 我個人也非常喜歡 尤其是它的這個MV Womenizer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洗腦又很好聽 MV又拍得很好看的一首歌 也是一樣 我買的是普通版的透明膠 然後是它的專輯封面 跟它的Hyper Sticker這樣子 然後只是它的背面 然後內頁也是差不多 就是一些它全專輯內頁的照片 然後跟它的曲目等等的 然後它也是一樣 我買的是透明膠 然後它中間的設計是這樣子 什麼復古的馬戲團的感覺 那這張也是一樣 交涉有一些 它後來再版 它這張後來再版也是有一些不一樣的交涉 對啦 這是今天的開箱 有看過Framing Britney Spears嗎 其實看過那個 看過那個紀錄片在聽它的音樂劇 會有一種很不一樣的感受 就是 它真的是還滿辛苦的這樣 其實我也是在黑舞的時候 有收了這些專輯 所以我覺得還滿值得的 不會太貴 然後又有一些滿不錯的歌這樣 那硬的品質我覺得也是還OK 對啊 這是今天的開箱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